就用他們的所謂的社會公信力 來吸引社會大眾來投資 但事實上來講 這個三個獨立董事 可能現在毀之萬一了 因為他們也大概是所謂的被害者 但是我們希望給任何的 要擔任獨立董事的人群的教訓 你不要輕率地 讓人家利用你的所謂的社會公信力 而且各位如果到網路上去查 連馬英九總統都曾經到這個熱身公司的發表會上 跟他的這個董事長許金龍都把手言歡 各位到相關的Google上去查 都可以查到這個東西 我們非常的共心